有很多人晚上不敢出门怕遇到坏人 但是有没有想过 即使躺在家里睡大觉 都可能避免不了货从天上来 今天的这个事情就挺不可思议的 事情发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在2022年8月15日凌晨5点多 有一户人家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说有一个陌生人企图撬开他们家的门 虽然没有把门撬开 但是接下来又随手拿起东西 对着门外的车子狂打 这可怕房内的人给吓坏了 不过警察很快就到达了现场 没想到这名陌生人不但没有害怕警察 反而要跟警察对决 还多次挑衅警察说 来呀 帮我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监控画面 有个陌生人不好 对上个阶子狂打了 是有一个阶段的是最大的阶段 。 有一个阶段的对户阶段 。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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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眼 I can play with my wife engar hey what wrong with you tijd Canadian what is wrong with you what is wrong with you hey get the hey hey 哎 哎 IVA makes you care committee um Ф manager 기분 kill yeah I'm not getting ép thank you let me s ja hey you yeah get some back 천 k just back Kill me You motherfuckers kill me now Hey you got it I can't allow you to do it How do you got it You know what Hey let me see your f**king hands Get some f**king way Hey Let me see your hands Hey Hey kill me I'm doing Hey put let me see your hands You still win my money Get back here man Hey let me see your f**king hands Hey let me see your f**king hands Hey kill me Hey kill me Let me see your f**king hands You gonna threaten me in my life Get the f**k back Get the f**k back Kill me You better f**k me in my head Hey get back I can't see you Do it do it 男士不听警察的命令 手里拿了一块石头要与警察对决 此时警察向地面开了一枪 并没有射到任何人 但男士还是不肯罢休 于是警察又对他进行了电聊 第一次电聊失败 接着又聊了两次 男士终于被制服 被删剪掉的被移公开的画面我会放在评论区 想看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后来男士被送往医院治疗 警察都没有受伤 经过调查 这位男士名叫西蒙尼斯 现年35岁 他与住宅里的人互不相识 他被指控严重袭击 入室盗窃未遂 重罪破坏他人财物以及公共罪酒 后来怎么判呢 官方并没有公布啊 反正男士的行为挺恶劣的 房主是仍在屋里睡 或从外面来啊 当然最受伤的是那辆黑色皮卡车 站在那里没招谁惹谁 竟然被人家给砸了 该找谁说理去 幸好只是受了皮外伤 还有开枪的那名警察 他为什么要向地面开一枪 不知道他是故意向地面开枪示警 还是打歪了打在了地面上 但是美国警察好像没有名枪示警这一说啊 只要开火都是直接给崩了 又或者是擦枪走火吧 反正当时男士离警察的距离很近 对警察的确是构成了威胁 幸好他手里的石头没有砸中警察 石头与枪哪个更快 这个距离还真不好说 最终皆大欢喜啊 大家都没有杀王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